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是一个我们成功的创业的网络营销的创业者 好 我们有请我们的跟我一样大年龄的徐老师 大家好 谢谢丁平老师的邀请 支持2023年新年之际 更是我们大家期待已久的新平台 即将在四天以后 也就是2月20号即将市营业的情况下 能够在今天的屏幕上和大家见面 分享我们的体验 跟我们心里的内心所想 非常的激动 谢谢丁平老师邀请 好 我想许和平老师 大家都知道他年龄已经70岁以上了 我觉得他并没有那么大年龄 他跟我年龄一样大 一样的年富力强 一样的思维 你看他一头乌发 没有一根白头疤 这就是他这么多年来 最健康而做出的努力 好 我们下一位也介绍一下 跟我年龄也是一样大的 少年老陈的李潭 李潭我介绍一下 他是一个培训工作者 你看他在高等学校 毕业以后 他就串到这个什么 培训行业里面 你要知道 做一个培训行业 是这个年代最赚钱的一个行业 他然后又做了一个 这个跟我们时代同步的 用网络淘宝的工作者 也是什么 最赚钱的行业 也就是说 这个年轻人 36岁 30多岁 他少年老陈 他的思维已经像我们50多岁一样的 做事 看东西 看得很多 很远 最终我们今天 这两位 是我的最佳的搭档 我们一起来讨论 我们这样的一个 这个话题 好 我们有请 李潭之后介绍一下 好 丁平老师好 何平老师好 感谢丁平老师的 刚才对我的介绍 我呢 以前做过一些 刚才丁平老师介绍过的创业项 而且我也特别开心 能够在这个 新的一年的春天 我们中国人讲 这个一年之际再于春 在这个春天 有马上就会有这个 特别振奋人心的 这个新平台 就要正式启航了 所以呢 我也特别开心 能够参与今天这个创业家论坛 来分享一下我对这个新平台即将起航之际 我的一些 个人的一些感悟和一些看法 好 感谢何平老师 感谢丁平老师 哇 我们非常非常的荣幸啊 呃 代表着我们各自团队 但是呢 更代表着 我们在全球 人们对于健康 对于创业 对于增加收入 对于克服目前新冠疫情带来的这个 呃 这个状况 以及全球经济进入这个经济萧条时期 人们对于未来美好生活的一个期待啊 所以我们来谈谈这个话题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那我想呢 呃 我先引出一个话题吧 就是在人们现在很许许多多的需求当中 我总感觉到 尤其今年跟大家这个过年的时候 跟大家跟朋友接触 就是发现大家对于健康 对于提升免疫力 有效的抗病毒的认知啊 这个需求越来越强烈 我就想跟大家讨论一下 为什么 我想最有发言权的 呃 最及时能够反映状况呢 应该是李唐老师 因为他在中国啊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 在不到在两月左右之前吧 啊 那个中国关于新冠疫情 有一种有一种放开的一个一个状态 结果呢 哎呦 这个整个的情况就非常非常令人震惊 呃 就是这个很多人都痒了 所以关于这些呢 可能我们在海外的朋友 还没有一个直接的看法 那没有看到吗 所以我想请李唐跟大家讲一讲 这个健康啊 疫情啊 有效抗病毒这方面的一个状况 呃 当时是什么样的 您是亲身尽力的 好 感谢丁平老师的这个问题啊 呃 这个呢 其实是在去年12月初的时候 呃 中国大陆地区呢 改变了这个疫情的防空政策 呃 出于全面开放 呃 全面恢复我们的正常的生产生活 和商业事业的运营啊 这个过程中呢 就是因为有中国人口非常多嘛 啊 那很多人呢 就是就立刻痒痒了之后呢 就是不太清楚应该怎么应对这个问题 那那个时候其实很多人不太清楚应该怎么做 然后政府呢 呃 科学家们也讲了很多如何应对新冠 如何更好保护自己的身体过程中 呃 专门强调了 这个这个疾病呢是没有办法 有任何针对性的药物能够立刻的解决这个问题啊 所以呢 它核心靠的是自身身体的素质啊 自己的免疫力 自己身体的质量原本的底子如何 那么这个过程中很多的中国的老百姓就真正的第一次了解到了啊 真正的把自己的健康观念啊 跟上了国际的对接接轨达到了国际的平均水平 就是说呃明白了不是说生了病找医生吃药看病就能解决问题 有些病不能解决 需要把自己的身体先打理好 而且有些重大疾病 比如说新冠 那人们补充的是营养品 啊 吃一些维生素啊 吃一些矿物质啊 吃一些优质蛋白质啊 那么人们会非常有意识的在网上购买这些东西 就比如说在12月初的那段时间里啊 在网上 以前 像维生素啊 这些维C啊 这些东西啊 呃在中国已经大家对它啊 没有什么兴趣了 兴趣不大啊 而且还有一种广泛的一种态度 就是人们对于保健类食品是处于有一点抵触的这种情绪 他们认为啊 这个东西没啥用啊 对自己帮助不大 但是呢 在新冠彻底开放的过程中啊 随着政府的一些宣传和和这个科普 包括人们之间啊 互相沟通啊 了解探讨这个话题 成为这个热门话题嘛 所以甚至导致了像维生素啊 这些呃在20年前或者几十年前 就非常流行的东西呢 现在再次的流行起来啊 人们对于自己健康非常的重视 非常重视吃一些营养 补充补充保健科技产品 而且非常重视在日常的食物中啊 选择更优质的营养来源 油脂蛋白质啊 每天都要吃鸡蛋啊 喝牛奶啊等等 大家知道以前有一个很好玩的一个故事啊 就是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上海的医生 在这2019年 2020年期间 他讲过很多讲座 他说啊 大家啊 在应对自己健康 保证健康的情况下啊 要每天啊 多吃鸡蛋 多喝牛奶 啊 那这种话其实是非常 非常正确 没有任何问题啊 但是呢 在当时的网上 却有一批人去骂 啊 就说啊 早上应该呢 多喝粥啊 多吃油条 多吃这些东西 就是碳水化合物啊 为核心 那 其实这个 在当时有很多人支持老百姓的说法 也有很 也有一批人像我们这样的支持 这个医生科学家的说法 但是到今天啊 到2023年 那么已经完全 所有人统一的思想 我们就是要 通过日常的生活 通过饮食 通过高科技 这个食品和健康产品 来补充我们的样元素 微量元素 矿物质蛋白质这些东西 所以说第一个 我觉得 疫情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改变 就是我们对于 健康科技产品的态度 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啊 这在中国大陆啊 几乎可以说是 得到了一个共识啊 得到一个共识 那 这是我觉得是 关于这个疫情影响的 这个第一个情况 第二个就是 就是说啊 每个人都在寻找着 新的创业项目 想赚钱 因为疫情呢 从19年12月份啊 真正的出现在全世界啊 在中国的武汉啊 在其他的地方 呃 我们正式解封啊 是在20 去年的12月份了 就接近于整整整的 三年的时间啊 呃 很多人呢 呃 被这个影响很大 使得他自己的创业项目啊 呃 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甚至是灭警之灾 比如说典型的 像餐饮业啊 实体商铺 还有旅游业都受到了 可以说直接变成零啊 这种很严重的打击啊 所以有一堆非常优秀的 创业人才企业家们 呃 想要寻找新的创业机会 同时呢 呃 也有很多人 中产阶级 他们在上班的 这这些朋友们 他们呃 的工作在疫情三年间出现了变化 收入降低了 所以他们对他们的工作 可能觉得他要寻找一个备胎 选择新的工作方式啊 所以说啊 他们对一个也有很好的 很好的这个愿景 都想要啊 卯足劲 在春节之后 在新春 一时的这个黄金时间啊 想要做一些事情啊 所以呢 这个就是疫情带来的人们 对于健康观念和创业意愿方面的 我觉得的一些个人的看法 感谢和平老师 谢谢你 谢谢你的分享 确实健康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刚需之一 甚至于这个刚需之一 他的顺序啊 都提的很前 没有健康 什么都没有 你过去再忙 生意再大 再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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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健康 一切都谈不上 所以健康 现在是人们的最大刚需之一 当然健康的背后 需要技术 需要产品 需要我们的观念 需要具体的方式方法来实现 所以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方向 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商机 那我也想问一下我们的丁平老师啊 刚刚你一直讲我们是同龄人 哇 我非常的兴奋 因为看起来确实好像差不多 但实际上我今天给现场伙伴 这个偷个底啊 我们的李唐老师是30多岁 那算一下就叫30后 那我们的这个丁平老师呢 是50后 50岁左右 而我呢 是进入了70后 所以我们正好是一个357的一个 叫老中青的一个组合 所以我也想呢 借这个机会呢 也来问一下丁平老师 您作为50后50多岁 您对健康有一个什么样的体验 特别是您还有80多岁高龄的父母 在国内 那你又远离他们在美国创业 所以这个情况下 你自己怎么用什么方法来 让自己的家人健康 特别是让80多岁老年父母 他们保持健康 您是怎么想的 怎么做的 有请 好 谢谢我们的和平老师啊 因为我经常也跟别的团队啊 去讲课 那我就讲两种能力啊 我们人啊 这一辈子啊 活在世界上 也要具备最起码的两种能力 第一种能力呢 就是你赚钱 磨生的能力 叫磨生啊 第二种的能力呢 是健康啊 你要会学会养生的能力 也就是说 你又会磨生 又会养生 你的这一辈子啊 自然就会精彩 无限 是不是这样的 不要我们 万机的养生 我们只天天去赚钱 哇 天天住豪宅啊 我们天天拎到LV的包 但是包里面 赚的都是高血压的药 这个就是啊 就非常的不协调 因为可能我们虚荣 可以一段时间 但是你虚荣一辈子 可能这一辈子 你活的其实最苦 就是你自己啊 当我们躺在船上的时候 躺在病床的时候 你拥有很多很多资源的时候 你会不屑一顾 因为你要保住 你自己的这个有限的生命 所以说我们对健康来说 我们一直是最重要的 每个人都要去功课的 又能会养生 又会去赚钱 这个是我们这一代 给下一代教育的 最重要的一个话题 因为很多人啊 忘记了养生 一辈子 一下子就是是吧 就全力以赴了去赚钱 什么钱都会赚 忘记了身体调养 所以说我们有幸遇到这样的一个平台 那么刚才何文老师也问我家里面的父母 对 我们有 我的父亲已经八十高龄 对 我们对他的健康是因为 当我们知道这个健康的这个话题的时候 我们的父母的年龄已经很高了 但是我们没关系 我们还有现代科技的这个产品 会用更多的养生的好的东西 学会养生的同时 也学会用现代科技的结晶的产品 让他们恢复健康 让他们衰老的慢一点 这是我最重要的 给我们父母最大的一个乐趣 让他们跟我们活的时间更惨一点 让他们跟孙子重生都能在这世界上 留用最好美好的时光 所以说我经常鼓励他们 经常天天就用视频盯着他们 我呢就是给他们灌输这样的一个健康的理念 让他们每天的运动 每天都去聪明的脑袋 一定要去动脑筋 学会打牌 学会跟别人交集 学会交流 这就是我每天的工作 所以说我们大家能聚在这个新平台里面 我们就有了 一个谋生很宠 这里讲甚至一个核在一起的机会 我想大家一定要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话筒交给学老师 好 那谢谢丁平的分享啊 我看李涛也想问一句什么 你你看 是刚才这个和平老师啊 讲到说和平老师70岁左右 丁平老师50岁左右 我30岁左右 但是我完全看不出来 说和平老师已经70岁了 这个我特别好奇 你看和平老师的这个头发乌黑亮丽 而且气色非常棒 完全看不出来到这个年龄 我很好奇想问一下和平老师是怎么保养的呀 有什么秘诀没有 传授给我们一下 秘诀倒没有 真实的经历倒是有的 很愿意跟大家分享啊 其实我很小的时候 大概我在七八岁的时候 我的父亲身体就不好了 30多岁 他身体40岁不到 因为只顾工作嘛 就忘了营养 也忘了休息 忘了这个养生嘛 所以呢 他就病修了 所以多年以来 他的这个教训 对我们家的所有人 都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 所以我从小呢 我也就 父亲也看着我呢 你不能这样不能那样 所以我从小呢 就生活方式比较健康 不抽烟不喝酒 这个劳逸结合适量运动 那这个传统养生方面的呢 也做了一点 当然毕竟工作忙嘛 很忙碌 那慢慢慢慢的就到了五十多岁 五十八岁了 到我到五十八岁的时候 我突然有紧张了 因为我明显的 我在看照片的时候 明显的看到跟四十八 跟三十八 哇 完全不一样了 自己的体能也感觉到 在有变化 我突然有一种这个危机 老年时代 我已经进入了 那怎么办 我非常希望老年人 过得健康一点 千万不要像我的这个父母亲 只顾工作 牺牲了健康 而不注意保养 所以我更不愿意 前半辈子用命换钱 而后半辈子需要我用钱换命 想了一下 用命换钱是可以做到的 不吃不喝 怎么怎么都可以把钱赚到 买房子买车都可以 问题是老年以后 六七十岁以后 当失去了健康 我空有万贯家产 能买回健康 能买回生命吗 办不到的 所以这个时候 我恍然大悟 我赶紧要亡羊补牢 要对自己的健康 要进行更大的关注 更投入 那怎么办呢 因为传统养生 我做的还不错 我缺的就是什么 我缺的就是 现代生命科学里面的 以及最新的技术发现 因为这报纸上都在报道 我非常希望能够用 现代生物科技 生命科学的方法 能够帮助我 保持健康 提升免疫力 远离疾病 延年一寿 老得比别人慢一点 所以有这种想法 我就到处找 还真的在2011年1月份 我碰到了 我碰到了一家网络营销公司 推出来的细胞优化系统的产品 我非常认可 认真的学习 认真的服用 那么连续12年下来 今年我已经70岁 从58到现在70岁 我自己看看我以前的照片 发现老还是老了 但是确实延缓很多 延缓很多 尤其当我和同龄人站在一起的时候 那真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反差 那就在这么一个十多年的过程当中 我自己有体悟 我自己又有新的看到 我看到什么呢 我看到至少吧 我是大陆来的 我看到改革开放之后40多年 中国的经济飞速发展 在健康医疗行业里面 我们看到了几个月来月 哪几个月来月呢 第一 医院越办越多 第二 医生越来越多 医生的教育水准越来越高 然后呢 药品医疗器械设备越来越先进 然后政府和有关部门 对医疗保险 医保医药事业的投资越来越高 那按逻辑分析 这五个越来越 应该带来另外两个越来越 那就什么呢 人们越来越健康 病人越来越少 是不是呢 但现实情况 我想今天现场谱办 应该看得很清楚 恰恰没有 而且是倒过来的 反而变得人们越来越不健康 医院里的病人越来越多 那是怎么回事呢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呢 有一个很恐怖的数据 中国2021年医疗白皮书里面报道 14亿中国人居然一年看病 门诊病人达到84亿人 平均每个中国人 男女老少不管 有一个算一个 每年看病四次平均 每年看病六次 14亿乘6 对 84亿人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数字 所以这个病人痛苦 家属也痛苦 然后政府还投资很大 但是大家还怨声载道 觉得看不起病 所以我觉得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做好预防医疗的工作 做好身体的保健保养的工作 这个当中需要我们 建立自己健康生活方式 同时做好传统养生的一些动作 第三 加上生物科技 生命科学里面的最新的技术成功 我认为做到这三样 我们刚刚开头讲的 人们对健康越来越重视 对健康的需求越来越高 同时对于这个失去健康 这个新冠的肆虐 一种恐惧的心态 我觉得就能得到很好的控制 得到健康 得到很好的保护 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行 好 我们感谢何美老师 给我们带来这样的一个理念 那其实现在全球的疫情 虽然已经面下很多 但是还在有新的病情在出现 那经济呢 也在萧桥中 我想我们很多 看到很多企业已经关门 那么生意非常难做 钱也很难赚 我想在这里呢 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年轻的礼堂 作为一个年轻人 我看你的经历 都是去做一些 现实生活中最赚钱的行业 那接下来 您面对这样的一个 这个世界上 这样的一个状态 面对这样的 这个每个年轻人 要面对的这样的谋生 如何创业 如何转寒 您有什么样的一个见解 有请 感谢丁培老师的这个问题 我觉得有三点特别重要 第一就是 就是人们的想法 有三个方向 第一就是 要寻找一个 轻资产创业的创业行业 因为其实疫情三年呢 首先 大家的收入不是很高 很多行业受到很大影响 所以呢 大家储蓄的钱 其实是肯定变少 在消耗 所以这个时候 大家就跟刚才丁培老师讲的一样 经济也不是特别的好 但在起步阶段 那么人们肯定是不想 用重资产去投资 因为第一有风险有可能赔 第二可能确实 兜里的钱也不是 以前那么多 所以他一定会选择一个 相对轻资产创业 甚至是零投资 低风险的这样的行业 来起步 这是我觉得人们的第一个意愿 第二个呢 我觉得就是 人们在寻找创业项目的时候 他对项目的类型 会有一定的改变 那么在如今这个环境里 人们对于健康是非常重视 人们的健康观念 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人们的对于创业项目的选择 就会因此发生的改变 因为其实利润就来自于人们的需求 人们的需求越大 这个利润就越高 那人们的需求 对于健康科技产品的需求 看法变了 需求变高了 自然很多人就会认为 这个行业利润变多了 那么人们对待健康科技类产品的 从业行业 可能就会有大幅度的改观 可能会认为这个行业非常有趋势 非常符合未来发展的方向 因为刚才丁平老师也讲到 这个疫情 它不是说完全就过去了 这一波过去了 但是病毒在突变 而且人们得过新冠之后 它的免疫抗体 也不是能够保证我们一辈子 每个人他有一个时间阶段 有可能过段时间 还有可能会有风险 会有影响 所以人们其实对于自己的健康 关注是一个长期的 这个需求也是长期的 而且即便没有了新冠 人们可能也会 对于别的疾病进行预防和改善的时候 也会更重视自己 关于健康科技类产品的补充 所以这个观点的提升 就会使得很多做生意的人 认为健康科技类是一个很好的创业门位 第三个我觉得 通过疫情这三年 人们也觉得做生意 一定要与互联网结合的比较紧密 因为疫情这三年 打击最大的行业 就是与互联网结合不紧密的产业 与互联网结合越不紧密 那对疫情的影响就越大 那么人们也看清楚了 这个互联网产业的到来 是不可逆的 不可逆转的 任何生意都要与互联网结合 如果我们是 纯粹的互联网创业项目就更好 那么人们的沟通成本就会变低 沟通的时间消耗就会变低 沟通的效率就会提升 大家的利润就会提升 所以我觉得 人们在选择转行的时候 那么选择一个与自己现有工作 冲突不大 但是呢 我能够平缓的起步 投资不高 甚至投资为零 而且充分的拥抱了互联网 和生物科技这个产业的话 是非常符合在今年 尤其是新春意识这个阶段 人们的愿望 每个人心里的这个这个愿望 都能够得到符合的情况下 我觉得实际上是符合了天时 地利和人和的这样因素 非我觉得 所以我对几天之后的新春台 正式公布来讲 我是特别的充满了细心 我觉得非常符合人们的这个需求 创业需求 好 感谢丁平老师的问题 好的 谢谢我们年轻有为的李老师 好 那接下来我要问我们 我们的作家和平老师 请问这个现在呢 面对这个如此难堪的这个局面 就是我们这就业难啊 还有跟企业倒闭 那现在以你这个年龄 或者以你这个年龄来看 包括你自己 包括我们这个年龄 是如何创业呢 如何增加我们的 来支持我们生活的收入呢 有请 这确实是目前全球人们的一个大难题 尤其成年人 因为全球经济这几年 尤其是去年和今年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我们就不说了 大家都看到了 全球经济已经进入了严重萧条期 而这个期就不是一年两年 有可能是三五年 甚至于更长 那么在这个叫经济的萧条期 或者经济寒冬期间 肯定生意越来越难做 钱越来越难赚 但并不代表着生意难做 钱难赚 我们就可以躺平 很多人没有资格躺平 包括我都没有资格躺平 就是越是难做的生意 越是难赚钱的形势下 我们要拨云建物 透过表面去看到背后的 更重要的东西 那就是什么呢 那就是社会的问题 社会的需求 因为有问题 代表着有需求 有需求就 如果有方法 有技术 有产品 有模式去解决 那就代表着给社会带来 一个很好的改变 那这背后的经济价值 跟商机就出来 所以刚刚我们前半部分讲到了 人们对健康的需求 疫情肆虐 其实这就是一个 庞大的一个市场的南海方向 我们只要看着这个方向 投入进去 我觉得就能够给我们带来 新的创业机会 和增加收入的机会 那么怎么样把握住这么一个 这个大健康产业这个机会呢 刚刚李唐讲了两点 我非常认同 讲了三点 我非常认同 那我自己个人呢 也补充两点 第一 我觉得第一要看到 现在赚钱好赚的 都是网络营销企业 都是网络企业 不是网络营销 网络企业 比如说这个网络平台 谷歌啊 脸书啊 腾讯啊 这个这个这个 抖音啊等等 那第二个呢 就是商业 这个信息平台 那就是淘宝 淘宝天猫 亚马逊啊 电子弯啊 那还加上呢 这个网红带货 直播带货 其实他们这些 刚刚讲的这三位的 线上的这个生意 最重要的是抓住了两样 第一信息 靠着信息来吸引流量 透过产品来把流量变现 而这些流量几亿 十几亿 几十亿的流量 就来自于我们普普通通的人 所以我们把这个呢 就要归纳为一个 新的经济形式形态 叫流量经济 那么我们每个人 都是流量的一部分 但是我们不要被动去做流量 为他人作假意义上 去找新闻 这个构成人家媒体 这个这个网络上面的 这些流量 然后让人家去赚广告费 或者呢 我们到某个电商平台去买东西 然后给人家挣钱机会 其实我们叫转换思维 我们既然是那个流量 我们可以自己把流量组织起来 就要把简单的个体的一个 一个人脉的资源 组合成一个庞大的个体 超级个体的网络资源 网络流量 我们带着这个网络流量 或者有可能建立这个网络 可能的这个流量的一个意图 我们去和某一个优质平台去合作 这个优质平台有好的产品 有好的服务 有好的模式 我们跟他去合作 我们可以成为他的消费者 先成为他的消费者 然后呢 我们觉得东西好 模式好 市场大 我们去做他的分享者 信息分享者 传递信息嘛 然后做他的代言人 然后呢 再把自己从消费者 转变身份为消费商 我觉得这次我们可能做到 如果我们在这方面 愿意去观察 愿意去讨论 愿意去研究的话 我觉得最好的承载的平台 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的网络营销 这种模式 那第二个关键点把握呢 我也想分享 如果我们想在网络上面 做好这个网络经济 把自己做成超级个体 网络流量的话 也找到好的平台的话 我觉得还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投资形态 一定是刚刚李唐讲的 轻资产投资 甚至于是零资产投资 在如果是一个平台 他具有像这种健康财富 双功能的平台 交通网购的话 我觉得我们在那个平台上 投资的钱 其实并没有投资生意 而是投资了自己的健康 投资自己健康 使用产品 然后分享信息 最后我们成了代言 这个消费商 所以我把这种模式 称之为 我们只能投一点点钱 叫轻资产投资 投资健康 可能一千美金 两千美金 也就是几千人民币 三万人民币 一两万人民币 如此而已 再高了 我就认为是正资产了 就这个 所以做这个事 如果我们看到 有这一类的平台 我觉得应该抓住这个机会 因为在前12年 我就遇到过这次机会 所以我把这种生意的机会 这种网络营销模式的生意机会 我总结为这么几个字 第一 投资健康 分享信息 引导消费 网上值个 积分奖励 全球市场 管道收入 而做到这一切 从经济投入的 投入产出 消费比来讲 那正好符合了 轻资产投资 零风险经营 低成本 硬名 管道收入 我觉得这是我们在这个时候 如果你要创业 要想增加收入 我觉得这是我们普通人 最有可能去接触 抓住 并且成功的机会 那讲到这里呢 我也想问一问 我们现场很多朋友是做传统生意的 那丁平老师呢 也做过传统生意 也做过网络营销生意 在深圳投资 实际企业 到美国经营网络营销生意 两种行业生意 他都做过 那在这个当中 做这个比较 形态的比较 投入产出的比较 风险比较 我想有可能对我们今天线上的朋友 和我们线上朋友以外的 更多的朋友 有可能是一个很好的 信息方面的借鉴 有请丁平老师 跟大家分享一下 您的体会 好 谢谢我们 年轻的和平老师 因为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我们在早几十年前 二十年前 三十年前 如果我们有这个和平老师 在我们面前唠叨这些 那我们可能就不会走很多弯路 也许 我是变成另外一个丁平 所以说话题说过来 在我们每一个人 这个 每一个人做事 都喜欢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大家认不认为 我就是其中一位 因为 可能都是 因着自己的喜欢 去做自己的事业 我喜欢高级影响 我喜欢 很high five的感觉 我就去 找怎么样去 营造这样的一个工厂 给满足我们那些 一般全部都来需要 这个影响的人 来去做这样的一个生意 从来没有想过 我应该做什么 总是喜欢做喜欢做的事情 只有一次 只有一次呢 有一次呢 我的一个同学啊 他是在节养 他是专门做 国外OEM的这个眼镜 眼镜架子 他到我的工厂 正好来去 跟我去聚会 来到 再来拜访我 我正好在发 四十二十的货柜 我就跟他讲 你看我今天 发到韩国 四十二十货柜 我心里还蛮得意 你看我有生意 还蛮不错的啊 他就问我 你这个是 你是一四十二十 大概多少钱 我就跟他讲 多少万 多少万美金 他很吃惊 吃惊什么呢 他说你这个太累了 他说我做眼镜架 我就四个纸箱 四个纸箱 飞机航空运到德国 但是他的总体的价格 是我的 大概五倍的价格 我一听很吃惊啊 一个 四个纸箱 就抵上我这个 四十二尺的大货柜 而且价格还比我这么贵 所以说 当时给我感觉到 我是不是选择错了 我是不是应该 我喜欢做的事情 而付出了我 这个时间和精力 所以说从那时候开始呢 我就梦梦不乐 真的梦梦不乐 我一直在想我应该怎么改变 但是 没有老师教我 没有一个人在我面前唠叨 你应该做什么 这一切都是我们中国人的同名 就是没人帮你 就有自己一条路往前走 所以说 很幸运 当我们移民到美国以后呢 我儿子同学妈妈 把那个平台 介绍给我以后 我刚开始 是一种拒绝 到后面的接受 再研究 再把它做强 这是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就是我们一个人的思维 改变的一个过程 这个改变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每一次去选择的时候 真的比努力要重要 这个选择 不是我们也 就你喜欢做什么 而且你真正要定下心来 要去什么 应该做 就像我们这个36岁的李唐一样 我想他的选择呢 都是经过自己的选 这个自己的认定以后 走了这条道路 而我们呢 很大部分人呢 都是一毕业以后 就冲着自己的专业 就去做下去了 自己喜不喜欢 其实自己也清楚 只是他有一个道理 我对这个行业熟悉 我应该做这个 所以说我们付出了很多的代价的同时 跟我这个我们这个网络营销相比 那就是天然之别的收入 当然了 我们这全世界 不是叫每一个人都去做网络营销 但每个人还有勤勤恳恳 当然你要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你有这个能力 你有这个精力 你有这个经验 你有人扶持 你有很多很多的人帮你 你才能做这个传统行业 你要胜算 就在于你的努力和勤奋 真的是要花很多的这个兴趣 而在网络营销里面 我经过十年的努力 我也登上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拼接 那这时候回顾过来 我可以说我们投入很少 那收入呢 跟我的传统行业比要多出很多倍 那这样的一个努力 我觉得是比较划算的 为什么 因为刚才我们 很明显老师一讲 投入健康 你这个是投入自己的健康 你看现在我已经五十多岁 但跟我的同学相比 我也是眼睛不老花 精神抖手 荣光幻华 就是同学给我的一个评价 他们其实内心很羡慕 知道吗 因为他们没有走上这条路 他们因着自己的这个想法 那个想法 那个阻力 他们在想象中的阻力 让他们一直走人走自己的 那个不喜欢走人的一条路 所以说 我们在座的各位 新的平台在这里 也给大家新的机会 也给大家新的希望 因为我们有一个新的领导 新的有一个远程的一个目标 我想这些目标 不论你一个人奋斗 是大家一起 凌晨鼓晨上下一条心 这时候再加上 我们的新科技的这个产品 能让我们什么 更加的健康 更加的让我们在这里 有心灵的提升的同时 还能满足我们 财务上的这个自由的这个目标 所以说 我觉得 怎么讲呢 这个感受 感觉 就是不比不知道 一比真的要吓一跳 所以说 在这里呢 我们讲一句老话 这个选择必努力 要重要 好 谢谢任命老师 好 谢谢 感谢刚才丁美老师的这个精彩的对比 讲得太好了 那最后呢 我也想问一下两位老师 就是在我们2023年2月21号的时候 我们的新平台即将的盛大开业 这个在我们中国传统农历里 是一个非常吉利的日子 就是龙开头的这个时候 那我想最后呢 请两位老师 给我们的伙伴们和朋友们 分享一下 此时此刻 对于新平台的一些期待 我们首先有请刚才 刚分享完的丁美老师 来分享一下 好 谢谢李唐 那么新平台呢 我们一直说 它是行业的灯塔 对 我们要把它做成行业的灯塔 因为大家的这个精力和能力 还有我们的眼见 就能让我们聚在一起 就能成为一股新的力量 当然要做 我们就做灯塔 我们聚在一起 就是为了为此去努力的 那一切呢 没有保证最好的结果 但是我们可以保证 我们能再创造奇迹 期待 奇迹的出现 好 谢谢 感谢丁美老师的这个精彩的这个分享 最后一句话 我接下来有请何平老师来分享 对于新平台的一些期待 好 我觉得这样子 我想了一句话 十四造英雄 这个此时此刻 全球经济肆虐 全球疫情 这个这个病毒肆虐了 然后呢 经济萧条 人们对健康的需求越来越大 对于在萧条情况下的 这个生存生活 和这个发展的压力非常大 所以我们这个大健康产业 和网络营销行业 承载着非常大的一个社会的需求 亿万人民的期待 所以这个行业一定要做好 做好这个行业 需要在这个行业里面的方方面面 比如科学家提供更好的技术和产品 这个大健康产业的公司 提供更好的产品跟服务 另外呢 这个网络营销企业 提供更好的创业机会 和增加收入的机会 更好的服务 这样子呢 网络营销行业 它就能够一次帮助人们实现 两个最大的刚需 第一健康的刚需 第二创业和增加收入的刚需 但在传统行业里面呢 可能办不到 那你想要健康 医院里面帮不了你 你生了病了 医院帮你看好病 已经是上上大级了 但是说让你还赚钱 机会没有 不让你破产就不错了 那如果你是做传统生意 有可能会让你赚钱 但也有可能让你破产 是赚不到钱亏本 但是即使你非常幸运 赚到了钱 但是有可能你为赚钱 这个过程当中的辛苦跟付出 你丧失了健康 你丧失健康 只有具备先进的生物科技技术产品 和先进的 就是比较这个创新的生意模式 那是种轻资产零风险 低产能应允管道收入这种平台 他有可能给我们在集中健康的同时 还能给我们带来增加收入 和获得财富自由的机会 创业的机会 所以这就是叫 一个双赢的机会 我觉得 如果各位现场的朋友 此时此刻 你和你的朋友家人 在健康上面有所担忧 或者在 这个工作啊 收入啊 生意的经营当中 你觉得有压力的话 你不妨到我们 即将开业的新平台 来看一看 看一看这个平台 能提供给大家什么 看一看这个平台上面呢 我们这些经销商 能带给大家什么 我们得到了什么 因此 这是一个非常需要 值得关注的新平台 欢迎大家 2月20号 到网上来见识一下 谢谢大家 好 感谢和平老师的精彩分享 最后我也分享一下 我对新平台 即将启航的一个看法 那其实呢 疫情过去的三年 对于大部分 很多人来讲 是一个躺平的三年 没有什么事情可做 而且做起来效率也很低 那同时 它其实也是积蓄 能量的三年 也是积蓄期待的三年 也是想要 最强创业意愿的三年 他们每天都想要获得 更好的生活 想要有机会 去施展自己的拳脚 在这种背景下呢 在新的春天到来之际 我们的新平台 在这个时候起航 可以说符合天时地利人和 而每个人的幸福生活啊 我个人的看法就是 我们首先要获得健康 健康是无价的 是最重要的 是一堆钱那些零 后面的前面的一 第二个呢 我觉得要赚钱 而且这个钱 不能是 很平缓的 我今天就能算出来 我60岁的时候 我能赚多少工资 我拿计算器 一分钟就能敲得出来 那么这些工资 能够给我带来 什么样的生活 能不能买大房子 能不能买好车 能不能帮助亲人朋友 过上幸福生活 那如果一眼望到底 我觉得没啥意思 我想要的是那种能够持续 倍增 有热情 有激情 不断让我有能力实现自己 梦想的被动 倍增性的巨额的回报 这是财富 第三个我觉得要自由 自由我要对我的时间 能有自我把控能力 我要对我的空间 我去哪里 什么时候去哪里 也有自我把控能力 不希望被别人牵着我的鼻子 告诉我你几时几点 必须去什么地方 几时几点才能从办公室回家 自由很重要 我觉得 有了前面说的健康财富自由之后 我才能获得快乐 我的快乐是每个人生活的最高追求 我觉得我需要健康财富和自由 很多人可能跟我想的也是一样 但是我觉得新平台 即将起航的新平台 完全能够承载我的愿望 帮助我实现健康财富 自由的全面丰收 进而帮助我获得快乐的生活 而且我也有意愿 我也有愿望来帮助 咱们一起在新平台努力的朋友们 有意愿帮助所有的朋友们 一起都实现关于健康财富 自由的 全面丰收 进而帮大家一块都过上快乐幸福的日子 所以我觉得新平台 完全可以承载我的愿望 我也对它充满期待 感谢和平老师和丁敏老师的 今天的精彩分享 今天我们的这个 对 我们今天的会议呢 就要结束了 我也感谢我们三位同样年龄的人 我们再次在平台开业之际呢 我想我们肯定会有一个辉煌的一个业绩 我也希望在座的各位 我们下一期呢 可能就是我们的准备怎么样 在开业前你要做什么呢 所有的准备 签单和整个排列的准备 好我们 我们今这次的会议就到此结束了 谢谢两位 谢谢我们所有在座的各位 好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